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我们节目主持人Larry 这又是这一节世界防卫消息的第一节情况 我想这四月也是这样,基本上我们都要每天都为大家汇报一下辽宁号现在的位置 去到截至昨天的卫星图,似乎现在看到辽宁号已经走出公古水道的情况 你看到现在的编队,现在能够在这张卫星图看到的编队 包括辽宁号,另外会看到02D的两手 接着后面一架054A的情况 055会不会在前面开路呢?这也很有机会 因为大家看看之前的卫星图,通常055都会在前面开路先锋 这次有没有其他日本舰艇?因为都已经去到公古水道了 又或者我们说美国的DDG 甚至乎我们之前说的CG 是否已经一直跟着呢?这个我们都要再观察了 这次日本海上自卫队很有心 沿途不停展开拍照模式的情况 大家知道通常日本海上自卫队拍照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稍后会逐架军舰拍光给大家看 真是相当漂亮的情况 这次应该有6舰1机的情况 大家会看到它的机器说的是直升机 直-18 直-18也是现在中国海军经常带出海的其中一架 直升机的情况 直-8的改造版 将来在很多不同的海军艦上 直-18都应该继续复役的 但是有另一个型号 直-8的F 或者另一个直-20 亦非常期待 将来能成为它们的蓝载直升机 说起直-20应该是美国之星 它的样子有点像黑鹰的情况 直-20上面应该会加装不同的sensor 或者一些反潜的装备 亦可以在武器側备、加装两边 作为一些辅助性的武器攻击 亦可以 所以直-20应该会配备了 例如05-5 或者05-2D 或者05-2D的后继型 我们称为05-2E 即是一个甲板加长 甚至有一个直升机库 可以擠到直-20的情况 Anyway 这一架直-18被拍到 它就有飞到远一点的地方 这架直升机本身一飞 就飞到大概东北边 在赤尾序上安附近 赤尾序在哪里呢? 让大家看看赤尾序的位置 赤尾序大概在钓鱼台 在东北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黄尾序 赤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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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它会早一点出来 做一个上空的偵察 等情况 今次如果大家看到 日本海上自卫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似乎没有拍到 有任何战机 即是中国战机的起飞 所以我们按照推断 应该就没有殲-15的起降 说回拍照 一定要看这6架艦 今次经常说到 中国海军 1加6 1加6即是一手的辽宁号武艦 再加6手的护卫編队 护卫編队大家看到 包括101 这个经常说南枪艦 现在是120的成都艦 你看到131 这个 另外577 131这个也是比较弱 另外577 这个明显是054 加上一个呼吸艦 大致上 海下面应该有一个 一手的潜艇 应该是093 当然你不会看到 正常也不会看到 所以这个也看不到正常 今次日本也有派出一些艦队 好像帮辽宁号护航 包括出动了朝日型护卫舰 当然这个吨位比较小 就是DG类型的护卫舰 另外上空派出了一架 P3C反潜偵察机 沿途看着辽宁号 所以其实也这么说 今次尼尼号出航 除了示威之外 在情报战上也公开透明 给不同国家看运作运作的情况 所以今次美国、日本等都派出了很多不同的偵察机 例如我们说RC-135W 也派出了P8A 也派出了P3C 现在真的在上空不停地盘船 包括他们的艦队起飞演习 或是他们其他首构演习等等 当然也派出EP3E 偵察到一些他们的无线电信号 例如他们在线线上控制 如何去做 所以在这个艦队的C4ISR 即是我们经常说的 指通程电 程监征这几件事 其实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但我想中国也有他们的军事自信 所以他们依然继续有这件事 我们现在照看的进步 似乎应该不需要一个星期 中国海军今次辽定豪这个編队 应该可以回到武港的情况 除非有什么意欲 否则现在向西北方向路去的情况 似乎应该是不大问题的情况 因为已经穿越了公固水道 大家比较关心 第一,就是它901部级纜 是否真的跟得上呢? 经常性都是堕后的 这些卫星图片 有时候也看不到它 我们相信编队也会等它 经常说最快慢 快不过最慢 最慢的最后都要等它 所以这是另一回事 另外在网上也传得好行 关于郭文贵 有说过一些消息 郭文贵说 其实廖零号之前 大家有没有留意 它是否曾经试过停在海上一天 应该是12日当时 在海南岛 以东外海的地方 距离300公里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什么事 我们都估计 会否动力会有问题 另外,郭文贵 入位就说 是廖零号 有一些设施被美军 黑了进去 就是黑客攻击的情况 就是平行翼系统 平行翼系统 或者雷达被电子讯号遮蔽 我们倾向相信 平行翼系统 会否被美军干扰性 我觉得可能性未必太高 这牵涉到中国设施 平行翼有没有先进到 用到电子控制 然后厉害到美军 弄到整个事失去? 我们未知 因为它有多少人手 多少电子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纯电子东西 反而有机会是 我们说的 辽宁号的指挥系统 比它干扰的机会 可能更大 当然 我们说到辽宁号 它们也有一些 电子反制的措施 我们相信它都有 但是它们的346A型 即它们的雷达 是否真的被它们干扰到 变雪花 然后会看到有很多FA18EF附近走动 如果真的你看到 在雷达上有这么多 蓝载机附近走动 当然相当危险 但是你也没理由停下 所以真的有些出奇 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这都是不戒之迷 你也很难猜测到究竟是什么 所以基本上郭文贵的说法 是不会串 你怎样说呢? 你也没办法证实它说的 是对还是错的 不过怎样说也好 今次辽宁号片队 出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拍宣传片 拍宣传片就是百周年党庆 我之前也为大家做过分析 究竟在片中 让大家看到现在中国海军的细节状况 魔鬼细节全部都尽藏在片中 大家记得看看中国海军 现在有什么优点缺点等等的情况 有什么做得好做得不好的位置 另外我们也看到山东号 是否真的枯枝欲出 现在又要出来接替零号 就要在南海等等的地方出 似乎他们将来的075 即我们说两架攻击船 也很有机会 今次跟着山东号 变成了好像双航母 感觉就是一架两架攻击船 再搭中国另一架航空母船 如果山东号搭075 其实这个态势就会有少少 就像我们经常说 美金岛加上罗斯福 这种感觉也是一架攻击船 和一架航空母船出击的态势 但当中他们如何配合 始终不同 美金岛加上真的有船载机 中国现在的075 主要是搭载直升机 搭载直升机暂时未很清楚 亦未有照片看它满载偏队的情况 但是当然我们要对应 其实澳洲近期 和美国和日本 仍然是非常关心台海局势的情况 所以他们也有和美国一齐商量 如果台湾有什么移动的时候 应该是要如何处理 例如是否需要做一个介入的情况 不过意得罪了解放军其中一个少将 名字我不开 他也说澳洲凭什么 可以干涉到中国台海局势 首先地处是南太平洋 非常远的地方 没有办法涉及亚太尔的事务 我们当然觉得它有常识的有限 因为澳洲一定是亚太国家 这个不需要说 它是亚太国家 那当然可以牵涉亚太事务 所以这个少将可能不知道 看地图有点怪 所以澳洲介入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澳洲可以介入多少才是核心所在 澳洲未来也为自己提升军备的情况 说起澳洲 其中一个情况 因为它现在已经和美国、日本和印度 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的情况 所以它也有很多军事上的东西 它们现在开始准备 大概它们现在扔了7亿多澳币 准备升级它们来近几座的军事基地 主要的军事基地都是北边的 北部,例如达尔文军港附近的一些基地 它们会做多些设施的投入 有几个 一个叫做Robertson Barracks 就是罗伯森或是罗伯神的军营 或者这个叫做Kangaroo Flags Training Area 你可以改造代鼠窄的训练场 另外就是Valbondi Training 另外就是邦迪山训练场 以及Breadshawville Training Area 这个属于布莱德的野战训练区 有几个地方来近都会做一个大的改善 我们会看的是什么呢? 第一,它改善的情况是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 现在其实在澳洲已经有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 应该大约1,000人左右 已经进驻在这个地方 来近如果基地再升级 其实可以被更多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这些地方 其实它们附近也有Base Tindall 你可以亦造停达澳洲和家空军基地 上面已经部署了F-35战机 当然F-35战机我们在其他截数也希望提及 将来真的要增加它的油缸 令到航程增加 否则澳洲要用F-35来支援台湾 是非常困难的 就算你有阿德莱德 之前我们提及到坎帕拉一级的两架 阿德莱德一号和坎帕拉一号 两架准准F-35的航母 其实在支援上都会有困难的 但我们又说回澳洲 即是如果澳洲 即是现在它有这个 它不是去到大肆抗军 但它真的已经在做准备 在做一些后勤事 即是已经将基地改善 机场可能跑道加阔加长加固 方便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接下来亦有F-35的进处 以及他们的standard 令到美国和澳洲的互操作性 又可以提升 所以澳洲现在都不是再站在一边 基本上它都会参与整个印太地区的 军事安全位置 当然澳洲是深切感受到的 南海万一堵塞了 其实澳洲真的是孤岛 如果你看到印度洋对它 当然是最大重要性 和欧美联系 但如果南海没有它 又跟亚太区很大的左隔 它又不会再次变成孤岛 所以南海也是他们的核心利益之一 说到中国 近期它似乎突然想起一些老朋友 它就去找越南那边聊聊天 大家看到主席 也有跟阮富仲 阮富仲的名字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即是党总书记那类的人 他们的国家主席 大家知道是弟弟 在乔富仲这些位置才重要 跟习近平见面 也会谈论 现在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应该如何 我们看得出现在中国是想稳住越南这些位置 因为越南现在的尴尬位置 它都是轮入的主席国 如果它每次和中国撑路走 事实对中国就没有数 所以这些位置我们观察 究竟现在中国会来 如何马着越南 即是可以减低它们在南海上的对抗 但对矛盾的地方 在于中国和越南 以经济贸易来说一定是频繁 越南应该要中国 就多于中国要越南 但另一个情况 在南海的争端 尤其是我们说到天然资源的争夺 其实越南和中国的斗争 就非常明显 包括越南的转游台 曾经被中国骚扰过 虞祸也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你没理由将越南海上的范围 困死在东京湾那两段事 之前让给它那两段事 它也在南海内不同的岛 幸好越南亦会填海 以及更多军事加工 当然规模和中国比 当然相对有限 越南亦有持居可减 因为支持菲律宾 试过在圣灵礁 或者我们中国叫牛厄礁的位置 就被220艘渔船围 南保他礁 越南另外一些上面的岛礁 又会被中国这些民兵船围 中国现在派出我们的第二海军 即是我们说民兵的形式经营 它的好处就是将灰色地带玩到尽 基本上如果敦位不够 就用数量打架 这种海上民兵的情况 令人防不兴防 首先它不是一种军舰 所以它的形势未必引起媒体的注意 但到它形成了一个势 它真的比军舰更难赶走 军舰要赶你走 都可以用军事态度处理 但如果民营的船 你又怎能开炮呢? 对它呢? 因为它们铁锁连环 你又催俱不胀 所以除非被风打到反 否则这些船放在这里 你真的催俱不胀 挺麻烦的 所以我相信越南也要考虑一下 如果被这些渔船攻势 越南的转游台 你又是麻烦的 中国出动渔船这招 越南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越南也有试过用渔船 去到海南岛那边干扰中国的海军运作 亦是过的 所以大家都是高手过招 大家都会用这东西 所以我相信越南可能心中有数 你出动到渔船玩我 我就不像菲律宾 没有军舰的 我们怎样都有些 还有越南 大家是否共产党的好兄弟 可能多些计划 这些位置 我们也不太清楚了 不过我们知道 现在海南号 说到海南号 他现在在075 中国第一手的2-7攻击蓝落水 他现在就布置 把他放在南海 放在南海 大家知道他第一个国家 就是越南 所以越南很大机会 未来就是要面对075的威胁 也在国内存得很幸 叫做北守南攻 北守南攻 即是说 无论是日本的东海 台湾的东海 这些位置都是首 真正进行攻势的海军 就是放在南海 南海第一个要不就是菲律宾 要不就是越南 所以我个人认为 越南是要支援菲律宾左右两翼 否则居中的中国一定中路突破 入你中路 所以我们会观察 越南究竟如何招架 这些位置 始终是075 他们有少少空中的威力 对越南的倒招攻防战来说 有点不利 当然打越南本土是不够力的 越南本身都有很多军机 尤其是苏30等军机 所以就靠两车攻击舰 防空的力量或空中的力量 尽未足以 可以对越南本土求成威胁 但对外海的倒序 就会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也要注意 有时形势的事情 即是做敌人 我想越南也要想清楚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节 世界防卫消息的情况 大家帮忙看广告 记得按like 按like和share我们的节目 另外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记得按钟仔 按钟仔,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 另外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三十多元的价钱 支援本地军事发展 另外课金大家除完 可以有近行 Payme转数快的情况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下一节的世界防卫消息再见 拜拜